我们在《浦龙宫》系列 其实从第一集演到现在第四集了 当初导演你在第一集的时候 你在创作的时候就想说 他要一下子演到四集 或是甚至十集吗 一开始是隐隐约约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想要司法 日本有一个很出名的电影 叫做《男人争命苦》 莫美靖他演的一个很长寿的一个电影 这次电影演了四十几的样子 三十八集的样子 在日本他是每年大家都想看 每年大家都想看 因为他是一个 就是他是三田洋翅的当导演 是 从头到尾都是三田洋翅 三田洋翅是日本的庶民大导演 所以说他到了每年时候 他们的日本人都很想要 我们来看《男人争命苦》 又在演什么 每年都期待这部片子 在这个时候都要上品 然后会看 对对对 我们想说可能也要学他一样 这样子 那假如说我们同 而且他有个特色 但是角色都是同样的演员员 就是他里面有个阿姨 但是那个阿姨就是这个演员一直演 演到这个阿姨走了 不会换 不会换 那个阿杰还有他的妹妹 他的妹婿 都是同一个演员 演到没了就没了 所以那个电影演到了 那个男主角莫美靖走了 电影就结束了 没办法再演了 因为角色就是他 他走了就是没有这个角色 几乎大家是跟着这个电影的情节 跟着这些剧里面的人物一起成长 一起成长 对啊 所以我们金字系 就慢慢也走出这样的一个味道了 就是说我们以前刚开始可能隐隐约约约而已 结果一出来就很成功 观众说好喜欢 这些演员也愿意留下在金字 所以我们几乎演员都从原班人马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对 到了我们今年的年七八月的时候 演那个第一集 再来重制的时候 现在每个演员的演技都这支 都是初神入化 林凡 林老师来看你以后都说 这些演员都是成熟的演员 是 你看阿宅 他不是科班的 不是 影中他不是科班的 你看现在他都叫阿宅 我刚打招呼 看到他 阿宅你好你好 像我们这个演戏 我们的里面有很多角色 你看三分之二 他都不是科班的 结果他们都一张白纸 到了金字来 从零开始 这样子慢慢地学演戏 慢慢到台上演 做中学 学中做以后 每个人现在都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迎未来我都不担心 他只要会唱歌 身体会动 我就很用心 而且他真的很用心 我好担心 很用心 但是很担心 我就觉得说很棒 因为在我的在我的认知里面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很棒的演员 只要他很孕育付出 孕育投入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演好每一出戏 阿宅在这系列四里面 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女主角 跟你一起演出 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上第一集 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 演的是曾欣梅小姐 然后现在又是一个实力派的唱将 吟蔚跟你一起演戏 小女生 小女生 实力派的小女生 太重了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跟吟蔚一起演戏的感觉 跟吟蔚一起演戏 因为他就是知道说他没有 没有参与过舞台剧的演出的经验 所以第一次看到他跟他拍戏的时候 就觉得果然没有 果然没有演戏的经验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怎么叫你一看就知道果然没有 就是那个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你台词 因为我们一般像 比如说像我们 我们比较有经验的演员 就是跟他台词之后 大概只是大 然后就是会在试的时候 就会把情绪稍微带进去 就是你要去准确的把那个东西 你讲出来 那因为的 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流程 所以他比较就是好像在念课本 就是把那个台词念完 就是大概可以知道 然后在譬如在试的时候 在舞台上 因为一般人没有排练 你在台上 就是不晓得干嘛 对 连手都要放哪里 手都要放哪里都不晓得 然后可能就完全变机器人 僵硬 并不是说他的肢体不好 只是因为他不知道 这时候要干嘛 要怎么表演自己 对对对 所以第一次的 第一次我们在试的时候 就觉得大概是 对 那银味现在练到了一个月了吗 快了 快了 差不多了 对 那你觉得银味很进步 有 有进步非常多 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的过程 比如说一开始 他可能声音也不太敢放出来 然后觉得 然后总之就很卡卡这样 然后后来现在就是说 他现在第一 他声音也放出来 然后在 在有些情绪上 他也可以比较直接的表达出来 那最快的东西就是说 目前表现最好 我觉得就是跟爸爸吵架 跟弟弟弟弟 那个在那边抬杠的那种情绪 已经是比较是ok的状态 对 对 因为那个生活的经验非常丰富 对 就像二哥讲 其实演戏很多是 套用你生活上的经验 对 对 那他刚好有这个经验 然后很快就可以套上 那就是从现在从这边开始 我觉得就是 对 比较好 至少有一个开头了 嗯 嗯 因为觉得这一个月以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嗯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多欸 因为我以前就是 是一个不爱运动的人 嗯 也不是啊 就是 爸爸听到会生气 就是 比较不会去灵活运用自己身体的人 嗯 而且学一些比如说像我 进金之就有学武术课 太极课 这都是我一辈子不可能去碰触到的事情 是 然后我就是 刚开始上课就觉得真的蛮 蛮不适应的 因为身体从来没有这样用过 也许有一点僵硬 不是僵硬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而且就是 剃退好几天这样子 嗯 对因为完全没有就是 就是去训练自己的身体 嗯 对所以 以前其实觉得 其实在以前唱歌的时候 就是也是都站着不动 就是也不会就是说 就是很灵活或是干嘛 更丰富的肢体语言这样 对 所以就是 进金之之后就 有很多训练的东西 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 我也可以这样子 就是 我也可以快要劈腿了 或是什么之类 对就觉得自己好像 就是重新活一遍的感觉 就之前不知道在干嘛 这么严重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有很多事情就觉得好像 自己以前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做到这么多 然后就觉得很新鲜 嗯 对然后 然后有时候因为排系的 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嗯 然后所以六日的时候有放假 我就是会排助唱啊 或是什么 就是表演 是 唱歌的表演 然后就是 训练在一个月以来 我就觉得 好像很有帮助 嗯 就是连唱歌 对 就是会觉得 哇这麦克风怎么那么大声 或是什么 就觉得自己肺活量 还有那个丹田好像变大一点 嗯 对然后 整个在舞台上 好像也比较不会说 有点害羞或什么 对就是觉得自己好像 比较有自信一点 就是也有帮助到自己唱歌的表演 我就好喜欢那种 那种戏班演出的时候那种氛围 你还最好那个 麦克烤香肠啊 把那个猪碰糖 那种的 我觉得那好棒喔 所以我就很希望把观众 想把观众找回戏粉一下